隨著中國政局影響 加上香港房價攀高 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移民臺灣 根據官方統計就發現 近五年來到臺灣的香港人 在臺灣獲得居留許可有四點六萬人 定居許可人數也突破了八千人以上 那麼大部分選擇漏腳定居之處 就在這個地方 桃園機場捷運沿線 青椒洋蔥大火拌炒 再加入咖哩粉 還有香港必備淡奶 炒到濃稠 讓魚蛋包裹 濃郁香氣 煮好茶葉來回碰撞 拉出利落線條 散發濃厚茶香 加上淡奶 絲襪奶茶 直接上桌 從菠蘿油到茶店 把港式飲茶搬進臺灣 能還原到幾乎百分百 就是因為老闆娘是香港人 從香港來臺灣已經九年了 然後在桃園開這個店一年多 桃園林口這種地區的生活技能比較好 然後都市規劃也就是蠻不錯 你看那行人路啊 在A9林口站附近開店也直接住在桃園 就是因為看準有臺北的機能 卻沒有臺北的擁擠 也讓A7到A9這一代變成臺灣的小香港 是蠻高的 其實附近很多香港的族群 然後可能大家過一陣子都已經認識 沒有結別那麼方便 桃園覺得還是比較盡力的技強 說到中國政局影響 加上漢臺灣文化相近 香港人移民臺灣的人數增加 而居住地幾乎落在桃園捷運以待 要移民臺灣得經由投資就業家庭管道之一 而根據移民書統計 從2018年到去年10月底 5年多來港人來台或居留許可達4.6萬 定居許可人數也破8000人 不過除了政經因素 香港房價高也是主要移民考量之一 看看香港這三房一廳 坪數換算只有11坪 就要850萬港幣 相當於台幣3400萬 幾乎可以直接住進台北市 香港臺灣兩地相近 少得過去人不清土清 臺灣成了港載的另類家鄉 記者魯元榮 葉志雄 桃園新北採訪報導 好 好